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外数百名海外香港人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晚间 手持主火高呼口号 这次六四的死伤者 参与活动者表示 纪念六四象征香港人热爱民主自由 30多年来每年六四都有民众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不过近两年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 停办主管晚会 现场也有民众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齐居 痛批独裁政权扼杀言论自由 尽管香港当局全面禁止 世外纪念六四活动 欧美各地仍让起烛光致哀 洛杉矶的活动除了海外香港人 也有台湾人和中国移民参与 一同表达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 呼吁结束中共的残暴统治 中央社记者林洪瀚 洛杉矶报道